各位网友大家好 咱们北京时间下午2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这个讲话往上现在信息很多了 要点确实是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他要承认乌东四个地区的独地 并且欢迎他们公投加入俄罗斯 老的两个卢干什克 德尼茨克 新的两个是赫尔松和扎伯罗热 因为原来他现在控制的北部的哈尔克夫 最近丢了 丢给了乌克兰 所以他先把四个已经控制了 先拿到手 而且这一步跨得很大 不光是让他们独立 而且让他们公投加入俄罗斯 第二就是部分动员 按照少议谷国防部长的说法 就是动员以前的特域军人 就是有军事经验的人 30万人 对吧 那么这个部分动员 我想首先就是战场急需吧 因为现在那个俄乌战场在北部 在东边的北部 哈尔克夫他打得很被动 那个赫连斯基总统说是拿到了6000平方公里 那么俄罗斯方面是说2000 那个反正丢了几千 几千平方公里对吧 这个就比较被动了 他不希望再丢 是吧 所以先把他这个公投加入俄罗斯这样他可以正式的出兵保护他 这个一把现有的那个拿到的东西确定下来啊 那么为了确保这个目标实现他就进行了扩军对吧 30万人 然后呢 30万人应该讲要投入完全这个做到了应该还是会有点效果的 以前我们聊过嘛 因为俄罗斯整个陆军真能打仗的就是那个20万那个职业军人嘛 志愿兵嘛 他义务兵不会打仗的 对吧 义务兵从法律上讲不能出国作战 他是保家卫国用的 从技术上讲 他们就一年兵一日 那他训练不出来的 刚会走正步 会开枪 那么很多战术什么都不会的啊 那个所以他真能打就在那20万人 那么如果这个他 真能按照少爷谷的设想啊 这个 搞出30万比较有职业训练的这个军人 那还是有点用 是吧 至少他在增兵一倍嘛 作用应该是有一点的啊 这个 然后呢 他要求这个这个兵工厂加大马力 是吧 全力以赴啊 那个去去去去应对这个战争 这个 说明他是这个需要 他有需要了 对吧 所以你必须那个加盘先领够干 因为他现在 应该讲 耗费的武器已经很多了 那么下面还要长期打下去 所以他得让兵工厂全部动起来 这三点其实联系在一起 是吧 他要把这个四个地方吞并 然后呢 那肯定乌克兰是不干的 是吧 这个 实际上是 我觉得酝酿的战事的升级嘛 实际上 这个 然后他必须补充兵员 补充火力啊 这三个东西其实是紧密相关 攻投 然后扩军 部分扩军啊 然后那个加强军备 那么第四个是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第四个他就是直接点名了嘛 是吧 你们北约啊 那个就美国 布鲁舍尔 英国 伦敦啊 那你在 你在那个支持这一场活动嘛 那意味着实际上是一个讯号 你们再干 没什么就直接跟你们干起来了 是吧 还有一个呢 是他强调那个 针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 核恐怖主义行为 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挺危险的 你北约在后面搞搞搞 然后你直接打核电站 那就为我后续采取了说报复 这是做法理普遍 对吧 这个 所以他就威胁了一切手段了 你要打到我本土 我就一切手段都要用了 对吧 这个 当然我看普京还是挺聪明 他加了一个 他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经过那个我议会批准的 是吧 都合法的 不是我个人决定 所以他这种现代政治意识还有一点 但是那个最后那一点其实不太重要 是吧 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游戏怎么回事 实质就是我们前面那几天 要合并 乌冬四个共和国 这个至少大概占到乌克兰五分之一的国土吧 首先是象征性啊 他通过这个公投 这个可以让俄罗斯国内啊 得到一点满足 你看四个州来了 是吧 十几万平方公里 乌克兰五分之一领土归我了 对他国内团结应该是有点好处的 对吧 这个 另外就是法理上嘛 因为他升了俄罗斯的国土了 你乌克兰进攻我国土 那我这个可以动那个义务兵 就是义务兵都可以上了吧 对不对 他兵源可以扩大好多呢 对不对 那个 主要政治上有一些好处 军事上可能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在国内政治支持 还有法理上它有点好处 那么那个扩军三十万呢 我觉得是有点用的 应该是会有点用的 它可能真到位了 三十万啊 那么它的那个有效作战力量会增加一倍 那攻击力还是会强很多 那么 然后呢 这个就是兵工厂加班加点 这个我估计它本来就应该干 只不过法律来了以后就责任更明确了 对吧 但能有多大的效率就不好说了 因为俄罗斯反正历来效率不是很高的 是吧 跟西方跟中国比较 效率历来就不是很高 但是反正现在命令在那 我估计效率还会高一点 我个人理解呢 就是说在面前 在目前它面临某种困境 是吧 军事打得很僵 而且有点局部失败 应该讲它面临很大的内部压力 然后呢 它要改变这个形 要改变这个现状 于是就今天推出来的一系列措施 那么这个措施会不会有效呢 我觉得够呛 现在好像西方普遍不承认说你的工头是虚假的 我不认 是吧 然后呢 对于你后面的扩军 扩大军工生产 扩大兵源 好像西方也不是很在意 但是西方可能有一点还是在意 就是说万一啊 俄罗斯比如说武东打败 他进入 本来是进攻嘛 最后搞成一个国土防卫战了 这个国土防卫战 那个就不排除他动用那个战术核武器了 那就很危险了 对吧 我觉得全世界都有责任 防止事态发展的那一步嘛 防止那一步后果不堪设想啊 对吧 那么 我理解这样呢 就普京当然是很希望啊 尽快结束战争 因为战争呢 还真是代价非常大 但每一天代价都很大 而且呢 战争关键是不可预测 是吧 战场 哎呀 讯息万变啊 你今天有点优势 明天你不一定有啊 是不是 早点结束好啊 所以我是不认为就是网上有人讲了 啊 普京下个大旗 那肯定不是的 是没办法 所以他真想早点结束 只不过就是说有些事由不得他 因为那个 他也讲了 说乌克兰本来想跟我们谈判了 后来你看 后来北约一捣乱了 不跟我谈了 是不是 其实他想结束 这个 但是现在因为那个 北约在后面鼓倒嘛 乌克兰实际上是没有角色权的 对不对 这个北约在角色 北约的核心是美国嘛 美国是希望那个战争长期化的 对吧 所以他现在必须呢 通过升级他的力量啊 那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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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个是威慑北约 一个是就技术上尽可能早点解决啊 那个 那今天 今天就是说只是提醒我们什么呢 就是这个升级的危险在上升 是不是 升级的危险现在比以前要重一点 尤其是那个战术核武器动用的可能性大一些 所以全世界是有理由关注他 我看咱们外交部今天有反应 对吧 外交部还是希望就是加大那个和谈的力度嘛 所以我们也有点担心的 就是因为我估计普京也没有想到他的军队这么不惊打啊 是吧 因为那个原来他在叙利亚打的不错嘛 格鲁吉亚 叙利亚 格鲁吉亚打的一开始一般般 他叙利亚打的不错 另外就14年来那个在那个乌克兰颜色革命啊 投降西方初期啊 乌军表现也确实挺糟糕 这是事实啊 所以我估计他一开始有点轻敌 这个 所以认为就是我手上的二十几万 带的那个乌冬地区的那个几万民兵啊 够了啊 但确实没想到就是说 乌克兰军队啊 他的战斗意志战斗能力 都大大提高了 经过八年内战大大提高了 因为可能没想到就美国为首的西方 就是插手这么深 我估计他们想到会插手 但是没想到这么深 插手这么深 对吧 所以有几个没想到嘛 所以现在就搞得很被动嘛 那么现在他想纠正是吧 纠正就被动 那么 他面对就是现在战斗意志很强的乌克兰 还有北约的强大支持 他要完全实现他原来的目标 现在看来是有困难的 对吧 那个 他原来就想把那个黑海盐啊 彻底打通 从他的本土一直打到摩尔多瓦啊 这个看来是很难实现的 熬得上就打不下来 然后他原来想在乌东地区搞个大殲灭战 把那个乌兰军队的主力啊 还有那个国民卫队就是他讲的新拉粹主力给消灭掉 现在看来也挺难 这个 但是如果他再投入一些力量 再花一点时间 把比如说顿巴克整个地区控制住 再稍微在边缘再拿一些地方 这个可能还是有 就比现在四个州 就进入大量的投入啊 再搞一轮新的进攻 那么地盘比现在四个州大一点 可能也有了 总之就是今天这个讲话呢 我个人认为是某种意义上讲啊 是最近啊 俄罗斯啊 对他这个困局啊 拿出了一种解困的办法 至于说这些事有没有效呢 还得看看 反正我看 现在西方挺统一的 我看 英美欧 都非常统一啊 就是不认 你这个公投我肯定不认 那个另外就是 对你后面那些军事动作 他也不太在乎 常规军事动作不太在乎 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这个核武器 对吧 那个 然后这个核武器是不是 他真敢用呢 我看西方也有点怀疑 我觉得乌克兰还会继续打 对吧 这个在得到西方援队以后 会继续打 当然大规模的进攻 可能也很难了 我看那个 就卡尔科夫 乌克兰不是攻了一下 攻了一下以后 现在也停了嘛 因为他损失也挺大的 在那南边的 这个这个赫尔松和北边的 哈尔卡夫 他都有损失 这个 所以我大概率啊 现在这个僵局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俄罗斯现在就寄希望于 比如说 30万人到位 新的武器到位 冬天来了 俄国人一向上 冬天是俄罗斯的朋友嘛 是吧 如果冬天来了 很冷啊 西方很困难 没准西方就有妥协的愿望 这个所以俄罗斯在等 现在就看这些措施的 有效果吧 增兵 是吧 增加武器 然后那个等待冬天到来啊 可能有某种意义上的 这个局部进攻 然后看能不能 趁着这个西方 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困难 能源那经济困难 逼西方浪步 我觉得他在堵这个东西 有效尽 就是